欢迎收看我的湖州这只吃实在是太臭了 今天来吃这个老法菜了 他们这个菜全部都是写在墙上的 这是虾仁臭豆腐 吃的好臭的嘞 那种比臭豆腐和榴莲还要臭100倍的味道 吃起来的感觉没有那么臭了 形容不出来的味道有一点点咸 但是吃吃还可以 这个这个是田螺里面塞了好多肉的嘞 我想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做过这个菜 他们就是把里面的裸肉给切碎 跟那个猪肉混合 然后再把它塞到这个大田螺里面 可好吃了 时隔多年又吃到嘞 这个菜叫虾末鱼肚 里面肯定是放黑胡椒了 可鲜了这个汤 所有汤放黑胡椒都会变鲜的 它那个虾末就是软眉眉的像棉花糖一样 这个鱼肚有点像猪皮的味道 这个是喜沙阳尾 好好可不是真的阳尾 就是一个豆沙球给炸了一下 但是感觉这里面不只有豆沙 还有一点别的东西 像坚果一样的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没吃出来 我还是最喜欢吃这个天螺了 都是好大一个的 味道鲜鲜的 我特别喜欢这种 作这些小东西的那种感觉 哦大东西 这个就是上的虾 有的小虾还没彻底使泪 它的味道是那种正常的 有爆虾和虾的味道 只不过口感是那种生的虾肉的口感 我吃的不是很多 所以应该不会拉多 它那个热油一泼 这虾都是热的了 只不过没有彻底熟 然后来拍这个大猪蹄 你们给我推荐的 拍了四十多分钟了 不过味道还不错 香香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